你知道殡仪馆烧尸体需要哪些手续吗 如果是自己烧了半截 还能再扛到殡仪馆继续烧吗 今晚 这个51岁的大姐将告诉你答案 头上都是烧的黑的 外头裹的一块白毛巾 事情发生在2016年的10月2日 这天下午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抬着一具尸体 走进了呼和浩特市殡仪馆的大门 一个自称是楚山儿子的男人称 自己的父亲楚山因为醉酒 不小心把自己给点着 烧死了 当时这个死者已经穿着比较整齐了 当时发现头部上的一个毛巾 可当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询问小楚 是否有派出所或者医院开的死亡证明时 他并没有给出答复 而是看向了亲友们 原来小楚一上午都在城里上班 在得知亲友们将父亲的遗体抬走时 他就直接跑过来了 因此手续的问题 他也不太清楚 保险期间 工作人员决定对尸体进行初步的检验 当他们拉开盖在尸体头部的毛巾时 果然发现了异常情况 而此时家属并不能拿出死者正常的死亡证明 因此他们立即拨打了公安部门的电话 希望专专业的人员前往殡仪馆进行更为细致的鉴定 接到报警后 塞罕区的技术员很快来到了殡仪馆 当法医对尸体进行勘验时 结果发现死者的头部粉碎严重 有盾气打击的痕迹 基本上打塌了 这三个洞 亲友们回忆 昨天楚山的妻子张华告诉大家 说是楚某在家里喝酒把自己摔伤后 又点火把自己给烧死了 而他们之所以没有怀疑 是因为楚山的确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 以前发生的荒唐事 少说也有一箩筐了 自己喝多了从高速上马下滚 这是经常的 喝多了然后掉坑 掉沟里掉山里 这都经常是 对此 警方立即赶到了张华的家里 了解情况 据了解 亲友们赶到现场时 家里已经打扫过 并且尸体也被毛巾裹得严严实实的 等他们将尸体装炼后 张华却声称自己身体不舒服 也就没跟他们去避疫关 当警方询问张华 死者头上伤口的来源是 没想到对方却始终含糊其次 一会儿说是碰的 一会儿又说是东西掉下来砸的 这就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于是痕迹技术员随即对张华的家 进行了细致的勘察 他们发现现场虽然有被打扫的痕迹 但屋顶以及部分墙面上 还是残留了少量喷溅型的血迹 警方判断这应该是一起他杀案件 并且死者的妻子张华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那么张华为何要杀掉自己的丈夫 难道仅仅是因为他爱喝酒吗 经查张华今年51岁 由于得过小儿麻痹症 到现在走路都不太稳当 又如何能杀得掉 常年干体力活的楚山呢 不过面对证据 张华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他带着民警来到了一处墙角 随后指了指边上的一把大铁锤说道 自己正是用这把锤子 趁丈夫喝醉睡觉时 狠狠地砸死了他 为了办案的严谨性 警方提取了铁锤上残留的生物剪裁 最终确认张华所说属实 当小楚得知母亲就是杀害父亲的凶手时 他却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不应该下中中手 你要把他腿打断 我可以养活他 让他动不了手 就让他抗他了 那么张华和丈夫有多大的仇恨 以至于他不过一切 活活砸死了对方呢 据张华交代 他之所以杀了丈夫 就是因为对方总是怀疑他有外遇 只要家里来个男人 就说和他有不正当的关系 我们家要去个男人说是 没准去就零零居居去 去男人去等着坐一会儿抽壳烟 第一些有个烟头回家让他看到 那就不行了 那你就被你本想消停 就打 警方有些错愕 且不说张华的长相 单从年龄以及身体状况来看 说有外遇鬼都不信 更何况楚山也不是个傻子 怎么会有这样奇葩的想法呢 两天后 在审讯员不停的劝导下 张华终于到处了多年来 埋藏在心底的 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85年 那时张华还住在内蒙古赤峰市 由于疾病的问题 他一直没能找到对象 直到在表姐的撮合下 认识了楚山 就这样 两人见面的第一天就订了婚 一周后迅速结婚 童年生了一个儿子 由于楚山的父亲 在他小的时候 为生产队赶大车 没想到驴却受了惊 老楚不小心就被车上的物品 给砸死了 所以在他成年之前 每月都能领到 可供生活的必需品 渐渐的楚山就养成了 好吃懒做的性格 多余的钱就用来喝酒 醉了就肆意发泄自己的不满 就我管他 就让他干活嘛 他就觉得 从小我都没人管过我 没人敢说过我 你就想管着我 他说我给你打 我给你打个来 更可恨的是 楚山打人的方式 似乎和正常人有所不同 就打您下面最隐私的地方 就打我这地方 有时候不敢说 我那个 觉得跟别人说 可真 起初两人还年轻 本就自卑的张华 并不敢说些什么 人人也就过去了 可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再加上楚山经常酗酒 最终导致他失去了男性的本能 为此张华也曾带着他去医院专门治疗过 医生的建议就是你要借酒 然后安心服药 但对于常年喝酒的楚山来说 不喝酒如同要了他的命 到最后 要不吃 酒照喝 身体越来越差 心态更是越来越坏了 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 他每次喝醉后都会趁妻子睡觉时 行变态之事 就专门就把他底下那个啥都给你吼的 拿疼的我真是有点受不了 真受不了 常年的折磨让张华身心疲惫 等儿子18岁时 他终于下定决心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申请 离婚之后 楚山竟当着所有人的面向张华下跪 祈求原谅希望他给自己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其实张华知道这只不过是楚山的缓兵之计 果不其然等到四下无人时 对方发了狠话 之后张华虽然没有和楚山复婚 但碍于威胁 最终还是答应暂时生活在一起 为了摆脱威胁 张华旁敲侧击 几年后 一家三口从赤峰市搬到了呼和浩特市 张华原本以为这样自己 就可以四季离开楚山了 没想到的是 对方居然又威胁到了儿子一家 等你儿子回来 我那个 他黑天回来吗 吓吓一个我咋死一个 吓吓一个咋死一个 2016年10月2日中午 楚山又喝多了 他刚到家门就对妻子 进行了几乎变态般的辱骂 说你呢都闲这么多年了 留着干啥 见丈夫越说越难听 张华就忍不住怼了两句 我说你他一楼怎么喝 楚山一听 又喝 你还敢还嘴 说着就一酒瓶子 砸向了妻子的脚跟 随后 他又拿了一把锄头 跑到院子里砸死了三只母鸡 并指着鸡的尸体威胁道 看到没有 这就是你和儿子的下场 给我洗好脖子 等一下我就来杀了你们 也是他儿子 张华本以为楚山说的是罪话 也就没想理会于他 哪知对方真的提着锄头 劈头盖脸的砸了过来 张华有些心惊 这楚山 感情真要杀了他们 要不是自己跑得快 死的恐怕真就是他了 见张华躲到门外 楚山又要追过去 不成想被门口的纱窗给卷倒在地 滚了几下后就没了动静 张华一看 好家伙 这个货居然喝得太多 竟趁着倒地的功夫 直接睡了过去 急不可施 时不再来 张华此刻也已无法克制 压在心里多年的怒火 既然你想杀我 那就要承受被杀的后果 这样想着 他跑到东院厨房的门后 抄起经常砸没用的铁锤 来到了楚山睡着的地方 随后向对方的身上猛的砸了过去 大铁锤下去 一捶 就已经把他老公的命酿了 看着丈夫的尸体 他并没有惊慌 也为他清楚 如果不是忍无可忍 自己已经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 何必感激杀绝呢 据不可靠消息 由于被害人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张华最终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 请不含